各位網友,又到許知縣老生常堂 真是光陰很快出過 又快到成誕節 由成誕節之後新年 到再過一個多月 連幾天就會靠歷新年 我們這個網站開始到現在 都有兩個多月了 成門各位這些親友的本場 先多謝大家 我們康子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和社會那種激動 使得大家滿懷生事 有些人離開故鄉、香港 這就是動亂的一年 我們依然有個盼望 我們希望明年會更好 這個我們經歷了兩個月 我們在這個新年的時候 我希望在過了新年 在我們舊歷新年的年初二 我們才開始再復 因此有個兩星期 我們大家都休息一下 大家都舒暢和家人團聚 我今天特別用一種希望的語言 來向各位親友恭喜 這樣很快就會到新年了 夠力新年也很快到了 我有幾句話可以在古人裡面說 一個就是劉爾錫的畫 他在舊歷新年曾經和白居二一起喝酒 白居二說 你應該向我敬酒 今天是年初一 你向我敬酒 劉爾錫說 不是喔 今天是特別的 年初一這些酒叫做淘酥酒 淘酥酒 只有淘酥酒 這一天是你向我敬的 為什麼呢 你不知道啊 不記得 或者 你呢 大過我 你多一歲 你是多一歲的 叫做失歲了 你失多一歲 我呢 小過你呢 我就欠加一歲 所以你呢 是這樣的情形 是向我敬酒的 白居二覺得 又是有道理的 他欠歲 是應該向他祝賀的 自己失歲 有什麼好足呢 是嗎 所以應該呢 就是這樣和他 逃鬚走一天 是那個大大的長者 向那些年輕的人敬酒 因為他欠歲的問題 劉爾錫呢 我今天說了兩句 劉爾錫呢 他很出名的詩 當然 劉爾錫呢 在這個古文裡面 劉爾錫是最簡單的 是吧 大家都會念過這個 就是劉爾錫作的 劉爾錫 對不起 我又口誤了 劉爾錫再講 劉爾錫這兩句詩呢 我講給大家 他說 沉舟側伴千帆過 病事的前頭 萬木春 他說 我們是在旅程裡面 我們見到沉舟 當然沉舟就不是好事了 是吧 側伴我們在他旁邊經過 那麼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 有人在這邊呢 可能是失過市 或者是汽舟爪爪 在他側伴呢 我們千帆在那裡經過 但是呢 病樹的前頭 萬木春 我們一過了 那個千帆過 我們跟著那個船一過了呢 看到前頭呢 我們有很光明的地方 是萬木春 其他的樹呢 全部呢 病樹呢 一過了這個 這個沉舟側伴呢 我們看到 萬事村 萬木春 病樹前頭 是萬木春 所以譬如我們耕子年 我們說活得不開心 但是一過了耕子年 我們希望呢 萬木春 重新生長 重新迎接 一個更好的春天到來 這個呢 我是給大家足重的 第一句 第二呢 你知道 蘇東坡和蘇紫柔呢 是非常好的兄弟 因為紫柔呢 寫了一封信 懷念的大哥 那蘇東坡呢 他問蘇東坡近來的生活怎樣啊 那蘇東坡呢 那蘇東坡就很快就回覆了 他的封信 他說 山從水覆 疑無路 柳暗花明 遊一村 哈 這個問題呢 我們香港就是遊一村 這個人是猜得很好的 可能熟讀蘇東坡的書啦 山從水覆 山是很重點 我們見到的 前路是 見到這個山 從 是重覆 水 水覆 水呢 就是有 有薄的地方 有行駛的地方 水覆就是這樣 他就是有 有這個 停舟的地方 就山從 水覆 有水薄薄的地方 他又經過那個 那個 那個 停留的地方 水駐停留的地方 又向前面行 這些呢 叫做水覆 山從水覆 那很多人呢 講香港呢 過去呢 他那個海岸線呢 真的山從水覆的 這個 我們看到九龍 在對面 忙過來香港 水覆 這個呢 水的 彎道 時時有 好像避風塘啊 有其他 西環啊 一直去到 到 到 渣如沖 那裡 他真是山從水覆的 我們又去那裡了 那個 山從水覆呢 那 以為呢 沒有路了 怎麼知道呢 柳岩 花明 又一村 我們看 初初的時候 見到山從水覆 看不到村落 現在不是了 又見到了 柳岩 花明 又一村 又另外一個境界了 所以呢 我們是不需要 這個 對 這個 前景呢 是以為呢 沒有路 是有的 人生呢 永遠有條路 讓我走 路是人搞出來的嘛 路不是自己生長出來的嘛 所以我們呢 是山從水覆的 你以為沒有路而已 但是呢 柳岩 花明 又一村 人生是充滿希望 充滿道路 讓我們走到達到目的的地方 另外一個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又是蘇東波 這個人 他怎麼說呢 他人 人生到處 因為這個呢 又是回覆他的 又是回覆他的弟弟的喔 他說 人生到處 知何此呢 應此 飛鴻 搭雪來 他說 人生啊 你去到哪裡呢 你知道到哪裡啊 其實呢 好似呢 飛鴻 那些 飛的雀鳥啊 這個雄的雀鳥呢 搭雪來 好像搭落雪來 那些 泥上的偶然 流子走 這個雄飛去到那裡搭雪來呢 偶然流子走 洪飛哪界 這個 這個 福東西呢 是不是 那我們不需要呢 一定介教 我在哪裡下腳 在哪裡 人生沒有所謂啊 我們去到那裡 好似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人生啊 到處都是 是我們的故鄉 現在 尤其是地球村啊 我們有什麼所謂啊 去英國就去英國了 去啊 去啊 這個啊 大灣區 大灣區 就大灣區啊 或者去遠到加拿大 就像我一樣 啊 我1962年來到 差不多 我就快六十年了 啊 這個呢 他鄉 久住也故鄉了嘛 有什麼所謂呢 人生這個地球村 更加無所謂了 我們回到香港 我們回到大灣區 我們回到大陸 回到大灣區 我們都 沒有所謂的 是吧 哪裡都是生活 哪裡生活好不好呢 我們不知道嘛 但是 路是我們走出來的嘛 是我們呢 留在那裡 也好 離開那裡 但是 我們總是呢 對於故鄉的懷念 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這個呢 就是飛鴻 去到哪裡呢 他就留到哪裡呢 這個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而且人生呢 本來就是這樣的啦 何況現在的地球村呢 所以一切 向好的希望 著想 過去那些 如果不愉快的 就過去了 用它過去 是吧 這個呢 就是我們人生 必敬的 這個經歷嘛 有人生的經歷 我們才是有經驗的人嘛 對於以後處理的事情 更加得心應手 希望大家 以後的生活 得心應手 滿意的生活 多謝各位 各位